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胡哥看到此事的话也心里面比较害怕 这种事情千万不要去沾 对不对 好了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搞高大新闻 还有哪些精彩内容 胡女王再次举荡 疑似抢了金城的角色 昨日上午 大热IP舞动乾坤在象山正式开机 除了杨阳无尊外 完整的主演阵容也随之曝光 张天爱饰演女一硬欢欢 王立坤饰演女二林青竹 同时还有波节柳颜的假谋 虽说阵容被舔平 这也是杨阳张天爱 既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之后的二度合作 但网友却发现 从最初的路透和爆料来看 原定出演女一硬欢欢的是金城 而非张天爱 同时还有招募金城提升演员的消息流出 而今没有一点点防备的大坏鞋 请问金城去哪了 另外上个月就有官方消息指出 张天爱出演的角色是女二林青竹 官博送生日祝福当天 一句冷家人比君竹 天静好秋叔赛的内容 也是跟林青竹有关 直至今日微博还没删 开机之前就直接变女一了 大便活人吗 哭了金城笑了立坤 张天爱你这到底刮的是什么妖风 不但网友对全新阵容一脸懵圈 随后上午十点 金城也现身发微博 李飞争而得 倒飞便而存 文娶好之 请罢 翻译成中文就是 张天爱你牛 老娘才不跟你争 眼看着芝麻掉进真眼里 开机之日要开思 没过多久 舞动乾坤的片方就出面回应 角色大换鞋 首先否认用金城 同时表示 是接触张天爱之后才发现 他更适合硬欢欢 并且一定要非他不可 虽说这语气如此坚定 力挺小爱 可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欲念是人心 不说还好 一说百了 网友表示 这话漏洞百出 还没接触就定了眼女二 接触之后就定了眼女一 厉害了我的导演 我的 就在剧组挽回残局时 金城圈中好友王月新 也在微博发声 各大剧组请注意 金城有档期了 这话说的 相比剧组那边的解释 简单明了有分量 只比张天爱抢绝 事发后还有网友爆料 依次道出真相 金城和一个网剧出身的玉姐 原定共同出演某古装剧 因为该网剧玉姐角色不讨喜 就范围里压金城 金姑娘坚决不换 可是投资商同意换 于是金姑娘无奈甩衣袖不演了 在这个结果眼爆料 网剧玉姐很明显就是张天爱呀 虽说张姑娘截胡名声在外 不过也有网友感到疑惑 从来就没有官宣过金城 金城不会是自己家戏吧 到底是张天爱抢资源上瘾 还是金城卖财 真相很难评估 只是看着王立坤柳妍 这样的前辈来给新人当陪衬 张天爱你果然是景天转世 欲中豪杰 接下来是娱乐圈 已经如此的艰难 我却偏要拆穿 放点猛料 网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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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老师咬破 甚至餐厅内都能看到老鼠屎 目前因无证经营被关停 随后网友补到南京店还有虫子 蓝寿香菇 早在15年 岳父宁波店就因无证经营被罚28万 今年8月宁波店关门大街后 宁波店的供应商讨债 无门边讨到杭州店去了 即便状况频出 仍挡住人满为患 大多数是因为仰慕岳父大人而来 为了大吃一顿 花衣两个小时等位都是正常现象 但这次突然爆出这么多老鼠屎 的确让吃瓜群众大吃一惊 以牙还牙 这回瓜友不再用马赛克攻占岳父微博了 改用了老鼠屎 英扣的福粉丝称 本来想去的 感觉太贵了就没去 这运气绝了 吃过的小伙伴也不要太心塞 从此你们不一般 因为吃过翔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一入古剑深四海 从此情怀是路人 一部古剑奇谈让李一峰陈伟廷红透半边天 时隔两年根据同名网友改编 由阿里巴巴影业联合出品的古剑奇谈2 昨日正式开机 据了解此次电视剧拍摄时间为八个月 而剧情方面虽然名字延续了上部 但却是全新的剧情 当天是为主演的傅心博与影儿 也现身开机一室 并且我们的傅心博还玩起了直播 哈喽大家好 现在在那个古剑奇谈2的开机宴 我们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组差不多600号人 由于此前 傅心博与影儿曾一度盛传绯闻 想必二人剧中出演情侣 免不了会切磋演技研读剧本 不知此次傅心博经过多年沉淀后 会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但是看着苏苏大师兄都不在了 迷妹们还是得谎和一下心情 才能换老公呢 天儿李史密斯夫妇私跨 那是打情骂俏 现实生活中 皮特和朱莉才是真刀石枪 离婚和抚养权争夺战稍稍平息 我们的皮特竟然空降中国 参加了金星的脱口秀 官方透露称 皮特和金星只是认真地聊了下电影和拍摄 那你 金姐会这么轻易放过你 传说中曾让周迅张亮勇欧帝结婚 让和解怀孕的红沙发 金姐就没让皮特选择一下吗 不过想想也知道 不管是生完还是结婚 都会让皮特硬有尴尬 说不定还会跟外国朋友吐槽 这又是神奇的东方巫术 不过好消息是 皮特套路有打算来中国制作电影 大赞中国电影市场受瞩目 想到我金姐要全程跟皮特英文访谈 幽姐就莫名的激动 金姐的口语 奶们之前已经见识过 那真是东北大茶子味的伦敦音 都说爱笑的姑娘运气不会太刺 贾玲凭借标志性的小酒窝 不仅在喜剧界成了女神 转战到上街领域的她 一样是如日中天 最近有消息称 自立门户的贾玲成立的大碗娱乐公司 创办仅仅三个月 但市值已达到了五千万 今年七月公司还未成立时 某公司就冲着贾玲在喜剧界的影响力 为其公司注资一千万 当下持有公司35%股份的贾玲 喜开公司的最大股东 换句话说 贾玲好吃好喝轻轻松松 就已经成了如假包换的千万富婆 谁说女人非要靠脸蛋吃饭 那些只看颜值的愚蠢人类 贾玲分分钟教会你什么讲 今天你对我挨搭不理 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 人生有三考 中考高考科二考 有驾照的瓜友们想起科二杀 至今都会心惊胆战 像什么泼气道库侧方位 分分钟让你不考不考再不考 面对如此大考 再大的明星也是在前难堂 昨天有爆料称 芒果一姐谢娜 也在科二这个小河沟里翻了船 学了解考试当天 考场全程封闭 只为谢娜一人服务 当地车管所一众领导也是各种陪同 路人科二两次机会 为了照顾大明星 谢娜却可以尝试五六次 可尽管机会多 泼姐还是滑了泼 最后谢娜考试成绩 还是没有及格 对此优姐表示 泼姐不哭 实在是科二男子宝宝了 古刀能手小柳妍 打脸王傲刘凯威 王傲刘凯威酒店三双 回应只是看剧本后 这拙劣的借口 不仅引来了吃瓜群众的集体唏嘘 就连通道中人柳妍都看不下去 更值girl昨日接受采访称 现在聊天软件很发达 就是视频语音都可以解决问题 自己从来没有晚上对剧本 会选择和导演先对好剧本 白天和对手演员走戏 这话说的好有深意 坎树欧仪 节奏为你们脸疼肚疼 同为演员 人家柳妍都知道 适合导演对剧本 白天和对手走戏 你俩这每晚三到四个小时的 关上房门灭掉灯的对剧本 真心匪夷所思啊 那这姑娘寡女共处仪式 不是一张床能分两半 就能说七十 今天是周二 还有三天的工作日 才能够放假 所以呢 为了让大家来缓解一下 焦虑的心情 我们今天为大家放松一点 高兴的事 那就是吃 在影视剧当中呢 我们经常会看到 很多吃饭的镜头 那怎么吃 吃什么 怎么让观众觉得 嗯 这个好吃 真的是一门学问啊 所以呢 这个处女座附体的山影 正午阳光团体呢 在吃饭系上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今天的娃娃 OMG就一起来吃一回 嘿 boys 怕什么 看见什么吃什么 前面那个好香哦 在幽结婶婶的记忆里 经常能在电视剧中 看到各种吃吃吃的场景 但是这看似满满一桌 好诱人 其实全是道具各影人 就连这环转中的皇上也中过招 给皇上加了一个假菜吃 其实那个肖 我没想到他会真的吃 我以为他是装 然后我都加 他说我拿 我告诉你 那个可以吃 那个不能吃 我不吃那个的哈 我说好 来 请吃 然后我抓给他 就是这个 老鹅细致到烧脑 挑剔到变态的山影和正午剧 却打破套路 来真的 距离不仅美食品种花样多 演员也是大口开吃不客气 还夸张到厨师和帮厨 都大名挂上演制员表 本期相册里的 全是美食的优节 给你开吧 各种伙食号 全真吃的处女座吃货剧 per one 货真价实不差钱 比起那些毕业员 拿起空杯养头喝 对着道具趴米饭 省钱省到骨头里的剧组来说 山影和正午剧 是从不吝啬伙食费 一言不合上大餐 欢乐送礼 恨不得以及吃八顿饭 而且据说后勤族 请了五位大厨 专做道具饭 看看有钱人性就是不一样 早餐也能吃出 一桌子花样来 导演用行动表示 娶爸娶妈的爱 是爸妈老是觉得你很饿 这家常小菜 只是让你开开胃 商务宴请见真章 取消消与外国有人谈生意 那简直就是一出舌尖上的中国 看来想要收服老外心 中国美食是王大 刚看到这新鲜看得见 还在冒热气的 N加一只大闸蟹 尤姐再也不但顶 师生叫个好 猴大的剧组还缺龙套吗 赶紧收了尤姐吧 战长沙前几集 几乎每集都要吃顿饭 热热闹闹一大家 满满当当一桌菜 轻松吃出幸福感 而梅婷也曾爆料 父母爱情里一场吃饭的戏 做一大桌子菜 人也多孩子更多 戏没拍完 菜也没了 导演立即要求重做一桌 照着镜头原样摆好 继续拍 我的天 真是豪气冲天无人敌呀 尤姐我要吃个包子压压惊 咦 怎么吃不到 part 2大口开吃不要提 别再吃饭装装样 山影真吃且大口 大概是山影剧组太好气 演员开吃起来也丝毫不客气 个个都能起屯伤和吃头像 作为一部被名字耽误的正经刑侦剧 如果蜗牛有爱情 是破案为主 谈情为辅 顺便插播吃吃的爱 剧中许许与姚蒙餐厅约饭还原真相 这边许许分析案情头头是道 那边吃货姚蒙却是狂塞食物 埋头苦吃做陪缠 结末漂亮的妹子吃起东西来 都是塞满全口不含糊 比起那些小口吃饭小清新 此妹子气质更上一层楼 而在战长沙里 杨子轻轻演绎舌尖上的小馄饨 完毕铺上小虾米 馄饨煮好捞上来再浇一层热热的汤 撒上香菜和葱花 看杨子大口喝汤大口吃 就知道这馄饨好吃的简直要飞起 深夜一碗热馄饨不能再有别的爱 父母爱情中 做美的书籍夫妇知道 原本是抠脚操汉子的郭涛被媳妇改造成 洗手洗脚洗脚皮皮的三喜丈夫后 看来郭涛吃顿饭顺便再来教训她 为啥吃饭跟小猫似的没声没息 郭涛也是九状松人胆 放开本性甩开膀子吃大葱 咳吱咳吱巴唧巴唧 看着优节特别有食欲 都想抓起大葱嘴里塞 最后的最后 处女做细节控的山影剧组 不仅吃起饭来大手笔 走起心来更是不得了 精英阶层的安迪起点约席餐 职场新人邱盈盈约会 也就去个快餐店 不仅如此 桌上出现的饭菜 还跟地狱环境很符合 战长沙的饭菜几乎都是红烟烟 常能看到的剁辣椒 臭干子那些芙兰代表菜 而父母爱情发生在山东 里面总是吃窝头馒头大包子 包个饺子擀面条 如此用心 难怪山影出品 必输精品 请收下幽姐的膝盖 没这笔刷屏 有话好好说 虽然这个天猫双十一狂欢节 已经过去了 各位要吃一个月 或者说甚至两三个月的 吃土的生活 但是如果说快递来了 或者说打开快递 那一刻应该是相当surprise 对不对 所以各位买到自己喜欢的 这个礼品 倒到家里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很开心 涛嫂最近已经到了 第一天买这个净化器 第一天下午就到了 所以我出去玩的时候 就心心念念说 我要回家赶紧用我的空气净化器 来熏陶一下 我家里面的新鲜的空气 然后回家 就呼吸大自然的感觉 所以一出去就说 我要回家吸空气 一出去 我要回家吸空气 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类似的感觉啊 另外还有哪些 想要买的新鲜的宝贝 没有买的 虽然有些遗憾 不妨跟大家 我们的留言区 跟各位剁手掌 一起来分享一下 你们或高兴 或惊喜 或失望的心情 好吧 就用到点个环节 支付宝用户951 从哥搭扫 选我选我 最近家里面发生了很多事 体会到了亲人生离死别的痛苦 想点一首薛之谦的 《来日方长》 希望家人以后都能够平安健康 希望我们都可以来日方长 简单顺便啊 让这个去世者安心的 唯一的事情 就是让自己过得更好 另外一个我发现 薛之谦的歌 在每一个场合都可以用到 好吧 下一位 这个Star KY Sinner 明天是我男票的生日 我们认识十年 恋爱七年 大学四年异地恋 太不容易了 涛嫂有过两年的异地恋 整个就死到不行 佩服你啊 想点一首 她每次去KTV都会为我唱的 五月天的 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生日快乐 都十年了 赶紧领证吧 因为今天我们不是聊了 那个什么催婚组吗 所以我也催催婚啊 赶紧把事给办了啊 下一位 廖然 从哥从哥 看这里看了好长时间的 优酷全云乐 头一次点歌 真的是头一次啊 每次都是头一次 每个人都是头一次 这周日是她的生日 我被莫名的不联系 嗯 什么状况 虽然很伤心 但是还是要祝福她 愿她长自在 嗯 早日遇到良缘 嗯 你们俩不是一对吗 为她点一首她爱的 南山南 贵球点中 什么情况 不是你对上吗 难道只是说 你们暧昧了一段时间 你还对她心心念念 她却不联系你了 啊 你是备胎 啊 不可能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啊 虽然涛嫂可能 这个事实 呈现出来比较残酷 但是呢 对于这样的 比较渣的人 没有那么长情 跟专一的男人 咱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好不好 以上三十个 大家小特料的首歌 赶紧来投票 节目最后呢 大家扫一下 屏幕当众的二月码 了解到娱乐圈当中 更多的娱乐资讯 我是文涛 明天早上八点 全了早八点 咱们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